三国当中孙权为什么最后才称帝 因为称帝对于孙权来说太尴尬了 咱们先来看看最早称帝的曹丕 曹家是被骂得最惨的一个 但曹丕之所以能够称帝 靠着这老爸给他铺的路好 你看看曹操这一路走来 从丞相到卫公再到卫王 最后加酒席平平稳稳一路向上走 给曹丕铺路紧差临门一脚 而且曹丕继承曹操的位子之后 并没有主动废掉汉贤帝 而是授予大臣王朗等人 把汉贤帝给劝退 王朗这帮人还真不愧是读过书的人 搬出了上古时期姚顺宇的例子 要求汉贤帝把皇位善让给有德之人 盖了二十多年图章的汉贤帝 估计也是累了 同意善让皇位给曹丕 曹丕假惺惺的还拒绝了好几次 在大臣们反复劝劲和汉贤帝苦苦的哀求之下 曹丕才不情愿的接受了汉贤帝的善让 正式登上皇位 改国号卫位 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又臭又长 但又非常俗道 不过呢 虽然后世拿这件事不停的骂草皮 可好歹呢 这个流程还算是符合封建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合法性上也一直是称自己为正统 和汉朝是一脉相承 至于刘备的皇帝 那大家肯定都知道了 靠的就是血缘 中山晋王刘胜的后人 并且还得到了汉贤帝的认可 是官方认证的皇室血亲 当年汉高祖刘邦立下了一个规矩说 凡非刘氏子孙称王者天下共激之 也就是说只有刘氏的子孙可以称王 结果曹操呢变成了魏王 于情于理都是大逆不道 这个时候刘备手下的人就积极的劝说他 让他成为汉中王 理论上可以说是说得过去的 后来汉贤帝退位 立马就有谣言说汉贤帝被曹丕给杀害了 当时的交通又不方便 信息不畅 想辟谣也没有信息来源 刘备为此还给汉贤帝举办了盛大的葬礼 于是就有了诸葛亮劝说刘备应该称帝以延续汉朝宗庙和祭祀 刘备称帝之后的国号也依旧是汉 由于这个思维惯性和大量影视作品的影响 绝大多数的人对刘备这个政权呢都称之为蜀 其实从刘备称帝的那一刻到刘善王国 整个政权一直的国号都是汉 所谓的东汉西汉都是后人用来区别他们用的 总之曹丕称帝靠的是法理 刘备称帝靠的是血缘 反观孙权 既不姓刘手上也没有皇帝 称帝就显得非常滑稽 三国鼎立已经十多年了 孙权还是吴王 更为讽刺的是 孙权的吴王称号还是曹丕给封的 理论上孙权只是魏国的打工仔 只是在乱世当中 法这种东西是可以随便解释的 所以在曹魏与蜀汉称帝之后 东吴的一大帮人也让孙权凑热闹 结果孙权称自己是汉朝的忠臣 这番说则估计底下的大臣听完都乐了 在屡次劝说吴国之后 孙权这才说了实话 因为一旦自己称帝 那就是和曹魏蜀汉全都掀桌子翻脸了 只要自己还是王 那就随时可以和任何一家谈判 于是乎在三国大轮斗 鼎立十多年的情况下 孙权依然还是曹丕丰的吴王 直到七年之后 随着东吴与蜀汉的关系彻底缓和 北边的曹魏忙着打蛮蚁 大家没有空搭理他的时候 孙权才正式称帝 请不吝点赞订阅